好 玩具TV第28集 第3集 動漫節特輯 或是動漫節推廣 我都覺得沒問題 有什麼這麼棒呢 剛才玩完艾羽縮 現在看到全部都是 雖然不多 三件東西 其實要看你 這次在動漫節 我不知道第幾號 Gimen Scare 本身也推出了不少跟動漫有關的日常見品 周邊 沒錯 這次我們不斷拿了三件上來 讓大家看看 但很高質 有多高 我剛才推過一次 不要說太多 反正既然拿得上來 我都不會同樣留活的 簡單一點 周邊就周邊 周邊是日常可以用的 好像有型 對 好像很有型 當然有型 馬沙阿斯勒布 馬沙勒 簡直是有名字的 真是馬沙勒 這個是保溫壺 保溫壺來說 我覺得他首先說printing 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他不是粗製纜造的風格 他叫做磨砂面 磨砂的紅色 紅色調校得不錯 然後有些標籤 有些字幕的標籤 那方面 他本身的 保溫壺的質量 我覺得是在 也夠大 方便大家上班 這個我想都有 650ml 650ml OK的 我剛才說 其實500ml那些 你不夠我玩 我覺得是不夠的 有時候你跑步 你又想 你一支水 你沒有半些 真的不夠 所以這個650 我覺得真的非常適合 這個script 這件事我覺得重要 現在很多人 周邊做保溫壺 都忘記了這些實用性 而且它有lock的 不會隨便按 始終要解鎖 就不怕 你放在袋子裡 硬抖才能開 很漂亮 整體我覺得質量在這裡 比較容易 配合這個logo 配合這個紅色 最棒的是什麼 你看到 紅色 金屬底 馬沙亞之勒布 它不只是一個logo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 是 好 另外 這個就可以很快說了 基本上要 銷售的就是一些Hardcore的粉絲 即是我 看到本身這個電話繩 安全一點 扣在這裡 變了你也不會太容易被人撞 寫到明了 你就會是馬沙專用的 馬沙專用的是什麼呢 當然有頭盔面罩 然後就放在這裡 這個渣咕耳 穿在你家的鎖匙上去 就完成了 沒錯 好 就是渣咕耳 渣咕耳 剩下的就是這個 真皮卡扣 卡扣 基本上它有 其實不止這款的 還有其他不同的款 到時大家有興趣的 就自己過去盯一盯 這些質量都可以 對了 說得卡扣 基本上有很多葉 可以讓你裝東西 裝東西 對了 用了這個 馬沙 我想叫做這個 迷彩虹 算是迷彩虹 彩虹 辣了本身一些相應的字眼 置戶的標誌 也有一些暗花的置戶標誌 大把 真的太多了 是啊 你只是玩對戰卡都已經存到你了 再不是 你不是插霸雜通 最近有這麼多霸雜通 是啊 不錯 有興趣的朋友 自己看看 我真的忘記了 哪個攤位了 但是去到 今次的動漫節 自從這個 我叫逆後 那 復常來說 我相信 不少的攤檔 有不少的產品 都一定觸動到你的神經 今年重獲啊 是啊 其實EVER都有的 高達更加不少可以了 所以 記住 下個星期五 到這個下個 再下個 星期二 五天 適逢期會 砰砰聲去 一會見 那一會見 我先來 你 我先來 那一會見 你 你 我先來